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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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管弦乐群那两角也是 也是低角调 我们另外还要加奏的是 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 那穆索斯基他以他的展览绘师画 非常著称 那第二个最常被演奏的 应该就是荒山之夜 他也是低角调 最后结束在低大调 那另外我也邀请了 就是殷景红二老师 他答应他的曲子不善 让我们来演出 刚好也是低角调 所以那也是刚好 对对对也是刚好 但是我在选择的时候 我就会你知道就是这种 音乐人的痴迷 就是脑筋转不过去 就会觉得这样子的话 好像有一点有趣 就是个人的乐趣 但是其实对观众来讲 他四首曲子都是非常精彩 而且风格截然不同 那在一场音乐会 你可以听到四首完全不一样的乐曲 那应该是非常值回票价 不管你是买哪个价位 对那这还有第三场 他其实是跟这个首风琴合作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合作是蛮有趣的 就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子的 其实这些都是黄片乐器 是 首风琴他的发音他也是黄片 所以就是基本上是某种程度来讲 是同一个家族 但是一个是小 然后他的灵活度非常高 那管风琴他虽然也很灵活 但是因为他体积大 然后他发音需要的时间长 所以这两个里面去冲撞 然后听起来又是一样的声音 但是又有不同的这个重量 这样来说好 就是你听到的声音是有重量 跟很轻盈的这种对比 是一个就是会很生动的一场音乐会 那在这个三月过后呢 四月期魏武营又要再推出了 就是魏武营国际音乐节 那这个其实也是去年是举办首届 对去年是成功的在现场举办首届 虽然我们的艺术总监跟策展人 作曲家陈寅淑女士 他没有办法在台湾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整个的规划 来完整的来呈现 我们希望就是说带给观众一个概念 就是说所谓的古典音乐 它不是只有在几年以前 那所谓的当代音乐 它并不是一定只是好像很难听得懂 其实它没有之前也不会有后面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每一场音乐会里面 乐曲之间非常巧妙的安排 无论是在调性上面 或是说在他所描述的故事里面 就是让观众来到国际音乐节里面 每一场音乐会它既可以听到 比较年代悠久的乐曲 也可以听到今年或是去年才创作出来的作品 就是让大家可以听到说 原来音乐它是先有那边 然后才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转到这里来 所以就是在这个国际音乐节里面 基本上每一场演出 都是用这样子的概念来策展 那如果我们看开幕音乐会的曲名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总监讲的重点 因为它其实不只是从这个莫扎克 然后西北流士 甚至还演出这个John Ellis的 原子博士的交响曲 甚至是台湾首演 那不知道可以总监跟我们讲讲 就是这个开幕音乐会的必看重点 对于我就是身为一个指挥来说 就是我最我最兴奋的事情 当然是这个开幕音乐会是由David Robinson来担任指挥 那这位指挥他已经征战欧美无数的交响乐团 然后他所参与的一些重要的歌剧的制作 也都获得非常大的非常好的这个评价 那这次很成功的邀请他来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来合作 是令我非常兴奋 那更不用说这个安排这些曲目里面 从莫扎特一直到John Adams 那这个原子博士 我相信是在那个David Robinson的带领之下 可以让这个台湾首演的这首曲子更生动 更能够领略到说 这个音乐到了现代里面 他也会变这样子有趣 OK 好 而且我觉得John Adams算是蛮容易亲近的这个当代音乐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这个音乐会 那再来总监 今天是你自己也会指挥这个闭幕音乐会 对 这个跟去年颠倒 去年我是指挥开幕音乐会 那今年是闭幕音乐会 那这场音乐会是跟高雄市交响乐团来合作 那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加魏静怡 担任小提琴的独奏 那在曲目的安排上面 一样也是有鼓有精 那有包括拉威尔的乐曲 西北流式的乐曲 那其中比较特别是由北欧的作曲家Hilbo 他所创作的孔雀传说 里面呢 你可以听到就是说现代 就是当代的这个作曲家 他怎么样把这个 单簧管的演奏的技术再极致化 就是单簧管它虽然是就是一个动一个动的 那有按键这样 但是他其实听那个什么蓝色狂想曲 我们也知道单簧管其实可以 吹那个滑音 利用嘴巴 还有跟这个手的这个配合 那这一类的滑音的这种技术 在孔雀传说里面会听到 就是非常灵力的这个展现 对 而且我看曲贤 devices 它还会有搭配一些舞台的动作 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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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sixth 那也是在现代里面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 其實跨界行為越來越多 那在這個音樂會的舞台上面 它已經比較跳脫了 過去我們只是欣賞音樂 就是在家裡聽就好了 好像在現場 你除了可以看到 這個音樂家的這個表演之外 那有一些作曲家 他會希望就是說 透過肢體的動作 讓聽眾或是觀眾 可以更能夠去 領略樂曲的這個樂趣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會 期待到底現場要怎麼看這首 是是是是 那其實在這個國際音樂節期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還有很多獨奏會 然後像去年這個解密音樂會 然後引起還有這個 我看今年還有個動畫放映 不知道說總經理 你還有沒有什麼 覺得特別 可以推薦給大家的節目 是的 我們這個基本上的架構 我們會延續下去 我們會挑選跟音樂 或者說音樂演奏 或者說音樂元素相關的影片 就是說它其實透過電影 這件事情也可以去領略 就是說音樂在當代 它所扮演的這個角色 那另外剛剛你提到這個解密系列 那這個是美國芝加哥教導樂團 它所推出的一系列 那我們今年同樣 會推出這個解密系列 那今年在講的是 華格納非常著名的 崔斯坦與伊索德的一些秘密 就是在音樂 在這個和聲構造上面的這個秘密 那同樣它是以非常多元的方式來呈現 它並不是只是樂團演奏而已 而是它還有說書人 它甚至還有一些肢體 有一些演員的這個部分 劇場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總共會有三場不同的這個獨奏家 和獨唱家 那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應該是這個獨唱家 女高音的Yulia Lechnoeva 那她是目前這個國際上面真的是算是技巧最高超 而且聲音最優美的女高音之一 那也是很高興就是說 她剛好這個時間配合之後來到台灣來演唱 那另外還有這個最近非常火紅的這個韓國的長笛家 金與冰 那她也會來帶來一場這個非常精彩的長笛的獨奏會 當然這個曲目也是包羅萬象 從古到今 好 相信聽過總結的介紹 大家應該都很興奮想要去查 到底是演出哪些精彩的曲目了吧 那就期待今年三四月能在魏武銀見到大家 來參加魏武銀的晚夢醒音樂節 以及今年的魏武銀國際音樂節 那麼母親早上的報告特別編就到這裡囉 大家再見 拜拜